各位 你們準備好了嗎 Are you ready?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evin 今天要來開箱的餐廳是 Nick Energy 他叫 能量小姐 那能量小姐這一間其實也鎖店 但是我們今天來介紹的他 不是舒肥 他是水族的 很特別的是 他裡面的東西 雞肉 還有冬粉 還有青菜 還有高麗菜 還有蛋 還有毛豆 還有五股炸料飯 但是我剛開始我看了 其實他的飯盒 其實蠻簡單 蠻乾淨的 所以我開箱那麼多間 那我覺得這一間 讓我感覺到 外觀感覺到最舒服的一間 OK 接下來 我們 開始 吃吃看 而且他的筷子都定直 他上面有顯面 喔 他的筷子是 是 倒骨喔 其實他的 這個是他的筷子 我還以為是 外面的 他的筷子是定做的 環保 倒骨 筷 好 接下來我們來先試吃 水煮雞肉 水煮雞肉 看他們的口感 是否 是乾的 還是 鮮嫩多汁 雞肉吃起來不會太乾 是 剛剛好 我覺得這個很棒 而且他的厚度 而且他 鑑於 要熟 不熟之間 也不會有血色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是 非常 尷尬 尷尬 接下來我們配一個 五苦茶兩塊 他這個五苦茶兩塊吃起來 很紮實感 蠻好吃的 大白菜 大白菜 我覺得他大白菜剛剛吃起來 第一口 味道 很棒 他這個不會像純水煮的 感覺 因為他這個 最主要大白菜 他還有裡面的甜味 都吃得出來 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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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水煮蛋 完全不乾 完全好吃 對於我不喜歡吃水煮蛋的很濃 我第一次覺得他非常好吃 是因為沒有被搶到 嗯 不是 他真的裡面 不會乾 他們一樣有加胡椒 就是他們胡椒加在雞肉上 而不是加到乾上 而且他這個很特別是 他竟然有一道菜是冬粉 聽說冬粉熱量是非常高的 對 他的飯盒正常熱量為546大卡 半飯熱量為432大卡 但是 唯一讓我驚豔的是 他這個餐盒 只有140塊 我覺得超值 花的來 他在烏果上評價你幾本 4.9 我覺得 這個是真的 他 他不是假的 有些4.8 4.9 可能是他的 那樣嗎 暗的人數太少了 這最後一塊 希望下一次還是可以吃到這種口感 好 所以我今天給他們外送評價 跟網路上評價差不多 4.9顆星 其實我想要評5.0顆星 但是 5.0顆星感覺 都沒有缺點 一定不可能 所以 我才會給他 4.9顆星 那我覺得 以 蘇菲水煮好的 蘇菲水煮餐 我覺得這個東西都是 不錯耶 對我來講是不錯的 而且他是有飽足蛋 他不會 像 之前吃的那個 吃完又有空彈當的 你在說哪一家 黑胡椒水煮蛋 入進去喔 我沒有講電名喔 我沒有講電名 被嗆到 被嗆到所以要嗆回去 沒有啦